说起城海还得从这个村说起 它叫辟望村 用现代语称应该叫辟望镇 它是一个古代海港 海防重镇 位于现今城海城区 辟望村始于唐宋时期 当南宋末期已成为文明的海港 称为潮州海洋辟望港口 景延元年公元1276年 陆秀夫被贬着来到这里 居于陆错位 天赋关系 小编将独立制作一篇陆秀夫 在城海的事迹 敬请留意 城海西时是个海籍昏昏水拍厅的海湾 城海名称之意 澄清海分或海语澄清 汉时属接阳县域 近以后属海洋县域 宋元至明初分别为海洋 接阳 饶平之意 临海边吹下地 宁家境42年 1563年至城海县 管辖海洋县上外 中外 下外三格斗 接阳县彭州 厄浦 陀江三格斗 饶平县苏万都 共七格斗82厢 134村 县府设于下外都金城城 蜀朝周府 清康熙三年 1664年 朝廷强行签计 近海政策 密洗五十里 制造无人区 先上外 中外 下外 彭州 厄浦 陀江共六格斗撤离陷阱 康熙五年 1666年 又持钱苏万斗 县不复存 康熙七年 1668年 巡抚亡来亡 总督周有得上 书奏秦夫之县 蜀朝周府 咸丰十一年 1861年 陀普四只沙汕头 设为通商扣案 称汕头部 1921年 由城海县西汕头部 及其路成立汕头市政厅 1911年后 属朝美军务都办属 东江行政委员公署 东江善后委员公署 东区绥靖委员公署 1936年属广东第五行政 督察专员公署 1939年日寇侵占县城 县政府迁往东里 1945年迁回县城 1949年10月 成立城海县人民政府 同时西饶平县的龙兜区 县莲化 龙兜两个镇 并入城海县 属朝善专员公署 1952年6月 至1953年5月 南澳县属城海县管辖 1953年属越东行政公署 1955年3月 成立城海县人民委员会 属越东行政公署 1956年属汕头地区 当时汕头地区指线朝善四市 1958年3月 由城海县西厄浦 驼江 澎州的部分地区 引入汕头市 1959年1月 与汕头市郊区合并 成立汕头市郊区人民公社 联社管理委员会 同年11月恢复城海县建制 但保留外杀 新西属汕头市郊 1961年4月外杀 新西归还城海县 属汕头地区 1965年1月 汕头市郊的下棚骑山 驼浦 关带 关带 西入城海县管辖 1974年1月 西夏鹏 骑山 驼浦 关带 归汕头市郊 1980年12月 成立城海县人民政府属汕头地区 1983年9月属汕头市 1994年 城海车县建市 2003年改设汕头市 城海区 辖区内外杀 新西两镇 西入龙湖区 2021年新宗华侨试验区东海岸新城来湾区塔耿维田海片区